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佳哥孟佳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 最近的天气呢 也是越来越热了 过了四五月份之后呢 夏天的氛围也会越来越浓 首先我们最不能忽视的 就是强烈的阳光 其实呢 之前佳哥就有跟大家科普过 防晒呢 是一个复复过程中 必须可少的一步 所以呢 就是我不管今天我出不出门 都有在涂完水汝之后呢 有一个擦防晒的习惯 那么今天佳哥呢 就想要跟大家来介绍的 就是最近佳哥比较常用的 一款防晒 就是玉泽家的大分子白金顿防晒 大家可以看清楚吗 看清楚啊 那么玉泽这个牌子呢 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是一个专门研究皮肤屏障 自修复的一个品牌 那我身边呢 其实也有蛮多工作人员 之前就跟我安利过这个牌子 说呢 它这个是做修复肌肤屏障 比较厉害的 所以呢 我就特别开心 可以收到玉泽家送来的防晒 所以佳哥就迫不起来的 马上给它试用起来 首先呢 佳哥比较喜欢它的质地 给你们展示一下它的质地 它的这个是乳液状的一个质地 水润轻薄 而且也不会粘腻 后续呢 上妆的话呢 它也不会搓泥 是一个非常水润的状态 而且这个防晒乳呢 它其实是纯大分子防晒配方 它是不容易渗透肌肤的 所以相对呢 是更安全 也更加的温和 全年使用都可以的 因为里面含有 伊特多丁 麦冬 还有浆根等成分 在防晒的同时呢 还可以养肥屏障 舒缓敏感 然后也不含酒精啊 香精啊 还有色素 这种比较 对你们的皮肤 有刺激的成分 对很多宝宝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防晒选择 当然防晒 其实真的 不是夏天才需要的 因为防晒是部分季节的 正确的选择和使用防晒 是能够避免很多 极不问题的产生 所以不管是冬天 还是阴雨天 还是阳光里面的大阳光天 紫外线都是非常非常常烈的 所以答应佳哥 一定要每天认认真正的涂防晒 好不好 好了 今天佳哥的介绍和推荐 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所以欢迎宝宝们 下次再来佳哥家里做客 我要走了 拜拜